广州市纪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 被网友反映作用20多套房产的广州市城管局 攀于分局的政委蔡斌目前已经被免职并双规 广州市纪委已经初步查明蔡斌担任公安分局副局长 攀于区城管局长政委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便利 收受他人贿赂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等重大危机问题 目前攀于区纪委已经对蔡斌进行立案调查 此外 纪件部门已经查明蔡斌实际拥有22套房产 儿子已经加入澳大利亚籍